主料,低粉45克,玉米淀粉25克,主料,再4个,酸奶110克,橄榄油30克,糖85克,纯咖啡粉1.8克,热水10毫升,配合克粉20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分一蛋半,酸黄,4个蛋黄打算加入酸奶和橄榄油,20克糖, 搅打均匀,低粉与玉米淀粉混合过筛加入蛋黄糊中,搅拌均匀,纯咖啡粉用10毫升热水化开,加入蛋黄面糊中,搅拌均匀,正式搬好的模样,临时决定的又加了20克的黑可可粉,搅拌均匀,4个蛋白粉次加入65克糖,打的是性发泡,把3分之1打好的蛋白入拌好的可可蛋黄糊糊中, 上下斑半均匀,拌好面糊到回蛋白盆中,小心的上下斑半均匀,别拌内打油纸,倒入斑半好的面糊,踩法上副块毛巾,手提锅的两侧,砸起下锅,整出大气泡,按下煮饭键跳过保温后,保温约半小时,再次按下煮饭键跳过保温后,保温约半小时, 地上垫得油纸懒惰,没修建整齐,把蛋糕抠了一圈腰出来,看看内部组织,口感不跟酸奶蛋糕没什么搭接脸,倒是有戚风的细致,轻柔懒,烹饪技巧,蛋糕做好后,要到扣爆凉,我是有天下午做的,想等轻轻下客了回来点心的,时间来不及了,急着接轻轻, 就放在锅里没倒出来,回家倒出来发现有些受潮的模样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